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說說內地新聞 內地新聞有什麼新的消息呢 當然啦 國泰航空的風波 除了說昨天炒到滿城風雨 俠客島那邊又出聲 胡錫進又出聲 講到最新消息 在昨晚陋夜 國泰又說怒炒 做了三名空中服務員 現在說到非常厲害 全國內地的官媒一致 平兵棒棒一起出聲 瘋狂露插 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關於 巴里島有中國籍的情侶 那宗命案之前 已經出了一個調查結果 就說是沒有可疑的 當時很多網民都覺得 沒有可能 整件事都古靈精怪 不是那麼簡單 想不到 到了這一刻 死者的母親 男死者的母親就出聲了 那究竟有什麼 可以令到大家覺得 這件事一定是有內情的呢 稍後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 蔡天鳳這件案件 香港媒體信報方面 他又報道 說到蔡武再出招 再出招搞什麼呢 我們稍後會告訴大家 還有其他 厲害的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記得訂閱頻道 每天有很多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跟進一下 國泰風波 昨天只不過 只是說到 人民日報 海外版旗下的 合客島 然後微博炒得很熱 胡錫進也出聲 看到香港 我都罵到熱烘烘 其實某程度上 上面的升溫 都是在內地的微博熱手 等等 這件事 上到官媒 我都說 頭都大了 深夜 國泰就出了 announcement 炒了 三個空中服務員 現在的華風 繼續炒得很熱 一眾官媒內媒 重炮批評 我覺得用重炮 已經是溫柔了 露轟炮轟 瘋狂轟炸 簡直是不會放過你 我在香港方面 看到有很多 不同的網民 有不同的見解 當然 這個可以 有他們的看法 但是 某程度上 你看到 內地官方媒體 甚至普通的內地媒體 都一眾重視這件事件 可想而知 究竟他們說些什麼 我們先跟大家跟進 說 除了《人民日報》 海外版的合客島 其他一眾官媒和內媒 亦都發炮連環 炮軍惡態 更加批評 涉事的空中服務員 傷害的是全國人的感情和尊嚴 媒體的文中 指出 事件反映了整個企業的歪風邪氣 根據官媒《北京日報》的評論 涉事空中服務員的態度 相當傲慢兼離譜 據說 如果這件事件最終查證熟實 有意刁難乘客 更加按語言 將乘客分為369等 國泰航空聲稱 一直以來 致力為旅客提高高品質的服務 可以這麼說 就差天共地 空中服務員的言語 之間充滿歧視的味道 傷害的不僅是這次航班的內地乘客 而是所有國人的感情和尊嚴 評論更加說 評論更加說 在人口面去做事 是損人不利己 國泰面對這個頹勢 還不懂尊重市場 珍惜客戶 根本 遲早你都聽到倒閉的說 哇 你說《北京日報》官媒都幾兇狠 另外有內媒政官新聞評論說 在中國經營航空業務 普通話是天津地義 如果國泰不認同這一點 大不了你就不要做內行生意 又不需要一邊賺銀一邊歧視 何況說涉事航班由成都飛往香港 空中服務員用普通話提供服務是理所當然 文章裏面也提及到涉事空中服務員的乘客 對乘客的歧視羞辱 反映了一大部分空中服務員 甚至乎管理層的真實想法 嘩 又未去到這樣 所以我說那些帽子 亂吸到 白板色 都不是說亂吸 你不停塞下去 你不能避免國泰這件事 真是慘 有人說不是慘 誰叫空中服務員這樣 你看看管理層 這一下又不是他做的 但是吃光了 這種觀念如果不能扭轉 將會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記得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 講普通話的中國人民是有記憶的 有網民 反過來說 其實涉事 的 乘客 懷疑租被歧視的乘客 當時沒有說普通話 他只是嘗試用英文 去跟空中服務員溝通 有人說 如果你當時用普通話 相信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既然說到大家都是中國人 那為何不用普通話去交談 而大家都用英文去交談 這個實際情況 我就不能夠知道 因為當時的情境是怎樣 因為那一段錄音 究竟他們是 空中服務員私底下聊天 因為舉報者也說 他們聽到 他們在後倉私底下聊天 錄下 他們在說話 又中又英 我卻知道他們 用法文或德文 但是對著乘客 甚至乎乘客 用什麼語言跟他們溝通 那 空中服務員 當時用那個語言溝通 是不是 存在一個尷尬 甚至乎溝通的誤會 有人就是這樣覺得 但怎樣也好 這件風波 你見到 那些媒體炒得非常刺熱 連同內媒 有極目新聞 就批評整個企業都歪風邪氣 邪氣 即是說到國泰 這樣就搞不定了 連同 有這個湖南省委宣全部主管 也發文 他就說 帶著偏見 看低同胞的行為 是不要得的 所以你說死不死 整個全國意的 一齊來質疑 可想而知 這件事件 看來不只是炒三個人這麼簡單 你沒有一個比較接受到的交代 就很難搞了 有人從另外幾個角度去分析 甚至乎很多網民有很多他們的意見 但是我這件事 我只能夠這樣覺得 連官媒都出聲的話 一定是不會惹小的 國泰 只能夠做的 就是希望盡快搞定 他適事寧人 但是不知道他搞不搞定 這件事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蔡天鋒這件案件 因為信報 他有一篇文章 是很短的節錄 可能要收費才能看到 但是 裡面有消息指出 說到蔡武 在之前三月幾 三月幾 接著又五月幾 接著很多報道 都說蔡武頻頻出招 就說若見找律師 接著就想著談一談遺產 後來更加有消息 就說蔡武和譚家 接著聯手一起去找律師 想想辦法 扮你遺產的事 這個我們都覺得合理 都表示理解 但是今天你見到案情的發展 就是有消息 開頭就說 在案發現場那件牛仔褲的DNA 原先驗到李瑞香 即是礦球的老婆 後來再推翻了這個證據 就說不是他 然後李瑞香就不停在這裏 瘋狂保釋 我們就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很多人都不同的揣測 這次信報的報道 他就說 說 鄺武再出招 繼今年三月日品高等法院 要求頒布禁止礦球 張國加多利山 因為某程度上 掛牌 在他那裏 蔡天鳳在19年7月 施資7千多萬 買了這個豪宅出來 那時候就封傳 最初又說封傳避稅 還是什麼 我不管他 但是 掛了牌 去礦球 但是 實權 出錢的就是蔡天鳳 去到這個時刻 理論上 這個都要等再研究 或者怎樣去 拿回房子 想不到 有消息指出 蔡武在早幾天 再出招 就說 想著找律師 申辦劉契轉名 將礦球名下 這個加多利山的豪宅 就強行轉到蔡武那裏 去到這個位置 我也覺得 這樣好像也表示理解 因為 礦家 現在 礦市 無論他兩個兒子也好 礦球也好 你們現在是 極度嫌疑的重犯來的 有什麼能耐 大家也覺得 有什麼能耐 你可以買到一家 七千多萬的豪宅 你還住在公屋 就說 去買居屋 就是 礦球效應 大家都知道 搞到公屋 要立即收緊庫戶政策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表面上 按道理去推斷 也估計得到 他根本沒有的能耐 這家屋根本不是你的 是蔡天鳳 不要緊 現在蔡武 想著 免得他不知道 有什麼古靈精怪招數 待會不小心被 李邵鄉補刀出來 又找法律程序 互禁 你不讓我轉 我也不讓人動到這家屋 也不奇怪 大家可能互禁 也不奇怪 抗球授權 給李邵鄉補刀也行 從法律程序去想 但是 當然 現在一直人都未出來 就趕快 會不會 蔡武 可能在這個時候 他趁了一段時間 亦都未能夠 出來 或是 抗市那邊 未有人出來 這樣做 這個轉名 當然 我覺得 會有一個問號 在裡面 轉不轉到名 這樣做得不可以 可能從法律程序 那部分就是 你是蔡天鋒的媽媽 這家屋 不知道蔡天鋒當時有什麼原因 就掛了牌 給他抗球 可能他有一些證據 或者買賣交易合約 證明了蔡天鋒是出錢的那個 現在要轉到他自己的名字 估物論 轉到他自己的名字 也好 轉到譚家那邊 也好 我覺得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好像這樣 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為什麼 第一件事 你本身就已經 不是這家屋的owner 名字 也不是他 錢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出錢 除非他有些證據 證明他自己出錢 那 好了 如果你在這個大前提下 大家 如果相信是蔡天鋒出錢 而名字又在抗球下 蔡武 你又能不能夠移動這些 所謂的資產呢 按道理 如果是的話 算是蔡天鋒的遺產 但是現在還未 算判 因為理論上 你按照那個 因為之前說到 南華早報有一個報道 你還要花五年時間 去搞這個遺產的問題 你還要判一下 怎樣去分配 蔡天鋒有四個小孩 那究竟這些資產 是不是應該是 分配到四個小孩呢 而不是純粹 所以 如果有人說 不是 如果蔡武可以轉移 如果蔡武可以轉移 的話 其實也有 可以爭 因為可能 礦球那邊 一定會 想辦法出招 去禁止 或者做其他事情 因為 如果可以這樣隔空 大家都不是 維產管理人 或者執行人 的時候 可以這樣調來調去 把資產調去自己名下的話 恐怕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當然 究竟 蔡武是不是有十足的證據 證明到 這間屋是他自己出錢的呢 或者是他有份出錢的呢 我覺得 他不會無緣無故 什麼都沒有 情況下走去做吧 所以 你看到 到了這個情況 頻頻出招 那麼 或多或少都可能擔心 礦家那邊 真的隨時有人出賭 保釋賭出賭 有人說 他們保釋賭出賭 可能有機會就走路 那麼 老實 保釋 給你保釋得出來 一定是嚴密監控 這件事 所以 就算這個情況 他們都擔心 所以暫時都不能保釋 但是 去到這個位置 究竟 蔡武為何要頻頻出招 那麼急 甚至乎用強行 這種方式 是否用強行轉移資產的方式 去做這件事呢 那背後的動機 甚至乎 會不會再有些新的報道 甚至乎有些什麼 還是在礦市那邊 他說蔡武需要這一刻 一次過拿光 我覺得奇怪 其實你還有 兩個月左右 然後再審訊 這件案件 如果 真的 去到第二次的提堂 審訊的時候 如果再沒有第三次的話 按照 情理推斷 那其中原本 現在的情況 都應該沒得逃脫 那你沒得逃脫 那你又再慢慢 搞這些法律程序 又可以 為什麼要這麼急 那這件事呢 我相信很多媒體 甚至乎 或者內地媒體 會不會再有時間 空閒 再調查一下 跟進一下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跟進 然後再跟大家看看巴里島那邊 巴里島酒店中國殖情侶相私案件 調查結果出來之後引起內地網民稱之為荒謬 接受不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之前報導的案發 那位男人 男死者 他是在酒店 那個大 走廊爬行20分鐘斷氣 我們都說比較可能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是說自殺 會不會 你說他殺了他的女朋友 然後就畏罪自殺 當你這個說法講得通 但是當中 經過的事情就很不合情理 這次男死者的母親就發聲 再列出幾個疑點 這件事件 根據內地媒體《紅星新聞》報導 一位45歲的阿娟 就說是 李慈明的母親 即是男死者的母親 他說絕不能認同印尼警方通報 就說他兒子先堆壞的女朋友 然後自殺這種說法 第一件事 這位媽媽就說他兒子很愛他女朋友 為什麼要殺他呢 不是純粹一個愛 因愛變成恨也有 另外 這位媽媽就說 他那種愛 甚至乎兒子把所有的戶口 遷到女兒子的家鄉江西 更加在南昌買了房子 這一個 證據可能就說 大家都是已經想著 拉上天槍那隻 哪有可能 堆壞他 而說到他兒子遇害之前 跟他發出一個求救訊號 究竟甚麼事要發出求救訊號呢 阿娟就表示兒子遇害之前 甚至連他也收到來自遠方的恐嚇 究竟是甚麼事 誰恐嚇他 是不是差人跪離還是怎樣呢 媽媽就說 雖然 他兒子死了二十多天 但是他一直處於極度 恐慌當中 他說很害怕 我不知道你是記者 你是記者還是要來殺他的人 說有一點 精神崩潰 這件事件 講完之後 很難暗示 兒子被殺 究竟 是甚麼事會被人 恐嚇 或者 究竟有甚麼事兒子要發出求救訊號呢 這件事件 在網上 現在 有人說 有人說他涉及幣圈 各樣 但是 看來 這件事在印尼方面 會不會 內地 當局 甚至乎要求 重新檢視一下 系列的證據呢 再看看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事 說不完 跟著跟大家說一則新聞 在內地有三個強姦未成年罪犯 現在被判刑 其中原來有一個是湖北公司的法人 即是老闆級別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 經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在昨天 湖北省孝錦市中級人民法院 山東省維坊市中級人民法院 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分別對三名強姦未成年人 就 執行死刑 說到這三個罪犯 透過 社交軟件選擇找小學生和中學生 是女的 做一個犯罪對象 這樣 因為這三個人先後 強姦了幼女六個 未成年少女一個 這樣 還要搞到兩個人 流產 真是離譜 所以現在就判了他死刑 還有跟大家說 微信方面 微信 你也知道 他有微信錢包 微信支付 其實很多數碼支付的平台有時候用市民解鎖 或者面部解鎖 現在推出 掌冊支付的方式 剛才我說的方式 只是靠電話 現在說到如果萬一 沒有帶電話出街 沒有電話就沒有錢 怎麼付錢呢 現在微信很厲害 拿你的掌文就可以付錢了 很多網民就說 糟糕了 糟糕了 會不會被人刺手呢 這次好像想起看電話似的 露火街頭 微信公眾號宣佈他們的掌冊支付正式發佈 就說用戶目前可以在這個 掃面設備上進行 掃掌操作 需要 在現有的設備綁定個人微信帳號 錄下 掌文的樣子 消費的時候 將掌文對準支付設備 掃描區 確定之後可以完成支付 更加遲下就會跟校園卡 交通卡 門票 電子數碼 進行綁定 用電話錄下掌文就OK了 會不會不清晰呢 因為你也知道手指紋有時候都差一點 掌文會不會有部機錄下會方便一點 當然 相比起 掌擦支付 說到安全和密準程度高一點 由於大家都知道掌文是 人人都不同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細節位 相信感覺上 是難些偽造 但是有人就說 會不會 他朝一日被人打劫 不是打劫你的電話 打劫你的手掌 砍了你的手掌 然後就過數 真的不知道 不會吧 不要嚇人了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有一宗英媒爆料 就說 內地今年最少出現了130次的工廠罷工 是上年的三倍 上年也就是假的疫情 罷工 有工做也算是好 隨著內地 新冠疫情 防控 越來越 放寬 越來越多勞工 就出來抗議示威 根據 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 內地至今 已經發生最少130次的工廠罷工 是上年罷工的總數三倍 只是一個月單月 這個月已經有30次 是嗎 那麼多 福建省廈門市一間空氣清新工廠部分員工 在17日舉行集會 要求 老闆快點找回尾數 之前拖欠的人工 在散美市 亦有幾百名美團外賣 速遞員工 集體罷工 抗議接二連三 被取消多項補貼 美團 香港都在搞 會不會 這些消息又傳到香港 引起他們 這個新的平台 沒有人去幫忙送東西 當然 我覺得如果你說跟上年去比 數字一定是年年誇張的 因為上年是 大家在搞防疫 很多東西都在慢活 所以數字上面 一定 跟今年就一定是有些差距 好 另外 亦都跟大家看一下 有個暫光男士 早前因為求愛不成 當街殺死個女生 這件事 審判結果出爐 在上年的12月 暫光街頭發生一間 統人案 一名男子因為求愛不成 將20歲的女子當街統殺 這件事件當時引起大家關注 說在日前 暫光中級人民法院對案件作出一審判決 判決被告人黃某男死刑 而這位 殺人兇手黃某男 不服當庭上訴 家屬放棄民事賠償 堅決要求判死刑 我不需要你賠 你要一命賠一命 這樣就算了 錢的東西我不要 你死刑就可以了 他自稱為這件事後悔 但是一直沒有道歉 這樣也行嗎 他覺得自己沒有錯 到這一刻 不管如何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 復旦大學搞哪一科 復旦大學 有位大學教師 殺校黨委書記一案 這件事 就曾經轟動社會 上海市第二級 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就一審公開開庭審理 這位藍教師 姜文華 殺人案 就說要選擇 日子 擇日宣判 這件事件 就因為 前年 拿刀殺害同校 數學科 的黨委書記 王永珍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 這麼粗 兩個人都在教書 這麼不滿 同事 竟然還要 罪他 這件事 宣判了 很快就 會不會就宣判 死刑呢 再看看 河南 又傳出消息 有 城館和水果的 小販 發生親執 城館暴力執法 將小販的西瓜 打爛 當地 鎮政府 通報之後 就說情況 屬實 鎮黨委 政府 已經對城館隊隊長 停職 涉事的城館隊隊員 解除 聘用合約 炒魷 相關問題 由公安機關 依法處理 有時候看回內地的視頻就知道 城館和 相反 有時候爭執 都差 好恐怖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